《平發論治》 歡迎大家來到《平發論治》 我和我的伴侶Simon 各位好 我們今天會說什麼呢 當然是上個星期五 即是非法集結818和831的判案 看看皇官對這件案子有什麼評論 對那件案子 即是判了案 黎智英坐了十二個月 其實是十四個月 兩單加起來有兩個月 就是要雙倍計算的 其他一群人各有長短 但有一些人特別是換刑 你對這件案子有什麼想法呢 我們先說刑罰那方面 好啊 因為到現今為止 我都沒有機會看到那個判詞 涉及到判刑的理由的判詞 我還未看到 所以很難評論 究竟法官為何會作出這樣的決定呢 但是我觀察到的一件事 就比較上是有很多我圈內的朋友 就比較上關注的 就是他們將這件818的案件 非法集結這件案件 就相比 譬如過往的朱經緯和七警案的案件 那些朋友就說 在以前七警和朱經緯的案件 法庭判案 特別是判刑的時間 就強調其中一點 就是說 這些警察就知法犯法 因此就是令到那件案件 特別是刑罰方面 刑責方面就更加重了 現在有些人就批評 為何在這件案件裏面 這麼醜巧地 幾位被告 都是法律界的人士 就是被判換刑呢 我就不知道胡官為何作出這樣的判決 但是這個就是初步來說 很多人關注的一個議題 是的 我們將事實跟大家再講多一次 好 吳靠儀12個月 換刑24個月 吳靠儀做過立法會議員 何秀蘭呢 就坐8個月 何秀蘭都是做過立法會議員 但是他又沒有得換刑 何俊仁12個月 換刑24個月 這個立法會議員 李柱銘是11個月 換刑24個月 這三位 全部都是立法會議員 再加上法律界的 沒錯 其他人有沒有換刑 也有 梁耀忠呢 8個月 換刑12個月 梁耀忠呢 8個月 換刑12個月 那是不是 你說是立法會議員 就有得換刑呢 又不是的 李卓人 就沒有得換刑 梁國雄呢 都做過立法會議員 何秀蘭 又做過立法會議員 但這些呢 就沒有得換刑 就照錯了 那你有沒有得看不看到些什麼 在未看胡官的判詞之前 我只能夠這樣說 當一個法官 作出判刑的考慮時間 會考慮幾點 特別是 譬如 舉個例 那個被告人 在那件案件 所擔當的角色是什麼呢 當然了 如果他擔當的角色 越是重的話 就應該是 量刑的時間 就應該判得他更加重些 其他的考慮因素 例如 舉個例子 究竟那個被告人 過往有沒有定罪紀錄呢 特別是類同的定罪紀錄呢 這些都是相關的判刑時間 需要考慮的一些因素 沒錯 你剛才說得很對 你提及幾位人士 都是在某一個程度 和法律有關的 正正就是因為這樣 我也很期待 想看看胡官究竟是 什麼原因 判幾位法律人士 無需要即時監禁 但是在這宗案件裏面 大家都看到有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 非法集結 老實說 似乎 以往都很多人告這件事 今次 可以算是 都差不多叫做終極的審判了 因為那九個人 上法庭的時候 基本上 可以用出來的 不是關於他們 是否在現場的問題 而是 法律上的爭拗點 怎樣拼搏 都出來了 你看回這裏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說一說給我們聽 你的感覺 是非法集結 是否經過這次終極審判 我的說法 以後 都沒有什麼人可能再爭拗 說入還是不入呢 是 其實涉及到八一八這件案件 並非非法集結 正確的控罪名稱 未經批准的情況之下 而參與非法集結 另外一項控罪 就是組織非法集結罪 因此 與非法集結罪略有分別 因為在這件案件發生之前 有關的人士 包括被告人 曾經向警署作出申請 當時提出三個申請理由 簡單來說 包括在維園進行集結 然後再由維園遊行往中環 這是第二個時段 再由到中環之後 在第三個時段 他們再打算在中環進行集結 結果警部署的決定 只是容許他們在維園集結 其他時段的集結和遊行被拒絕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相關的被告人 仍然沒有理會到警方的反對 而繼續進行有關的行動 結果便被檢控了 最重要的是 經過這次之後 我自己看 似乎好像他們在法庭上 即這九個人提出的 不是有關 你有沒有在那裏 你有沒有犯法 有沒有犯法 而是根據法律 其他的觀點 去打掉的事情 似乎今次 因為這麼多個有名人 也都請了所有資深大狀去打 似乎可以爭取的事情 都拿出來爭取了 爭取全部都輸了 那你首先可不可以 跟我們解釋一下 他們爭取什麼 為什麼輸了什麼 這個我相信 給一些聽眾都有個形式 有好處 好 第一件事 其中一件事 辯方爭拗的 他們就說 當日這麼大型的一個遊行集會 警方是沒有可能 不知道需要調配適當的人手 去進行控制人潮 那麼辯方就說 警方既然明知需要人手 調些人去控制人潮 而不做這個動作的話 那由辯方的角度 他們就認為 就等同警方 就是同意了他們的這些行為 至於另外一個爭拗點 辯方就說 現在警方刻意不調配足夠的人手去控制場面 而事後就進行拘捕的話 這個是否一個政治陷阱 即是 沒錯 當然還有一些技術性的答辯方法 是 譬如他們就爭拗 他說 香港的人權法和基本法 是確保了每一個人有言論的自由等等 那是否全部都輸了呢 很明顯 剛才所提及的幾個論點 法庭都不接納 其實在判詞 法庭涉及到定罪的判詞 寫得很清楚 他是不接納這些論點 當然 辯方還有其他的論點 希望法庭接納 包括辯方說這個是一個和平的遊行 即是沒有事發生 沒錯 他說再加上刑罰 對於這項罪行的刑罰 就要判監五年 辯方就說 這樣似乎不是很傷稱 對於一個和平的遊行 會作出一個最高刑罰 是五年的監禁 這樣在法律上很不公平 不相稱 這個也是辯方的其中一個論點 簡單說 就全部都被胡官打倒了 沒錯 全部是否決了 我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以後大家聽從 如果真的有一個機會 有一個未經許可的遊行 那你去遊行 基本上你都衰硬 是否這個意思 最重要的就是這樣 你明知道遊行是非法的 你仍然參與 並且和其他遊行人士有共同的目的 沒錯 正如你所說 就真的衰硬 根本上沒有其他的答辯 這是否代表 大家看遠一點 香港以後的遊行 如果警方不批准 是否會少些人參與 又未必 因為為什麼 這件818的案件 由區域法院審理 區域法院並非是一個很高級的 中級法院 中級法院 沒錯 所以如果日後有相同類型的案件 不要說在裁判法院 就說在區域法院審理 若由另一個法官去審理 另外一個區域法院的法官 由於和胡官簡單說 大家都是這麼高這麼大 胡官的決定 對我沒有約束力 因此另外一位區域法院的法官 就可以作出相反的裁決 所以要視乎日後 究竟這件案件是否會 由於控方或辯方進行上訴 就如某些觀點進行上訴 很容易實說 如果我是拿了換刑 我肯定就免得上訴 你都沒有Ground 你還有什麼Ground 如果你不說那件事 你上訴你的刑期 被人撕走了你的換刑 你便更麻煩 那又不是 法律就奇怪在這裏 如果你辯方就著判刑 就不提出上訴 上訴庭又不會主動說 將刑期… 靠那樣 沒錯 所以我自己預計 辯方仍然會扭盡六人 就著裁決那方面 一樣會上訴 如果上訴都不行 那也是終極的判決 沒錯 比較上是對下級法院有約束力 如果譬如這件案件 日後上訴庭審理 上訴庭作出某些觀點的時間 但是那個觀點和結論 就對區域法院和裁判法院有一個約束力 沒錯 我的感覺 我純粹說 今次最重的那個 他是黎智英12個月 李卓人12個月 梁國雄多些18個月 因為梁國雄可能有前科的問題 這樣看法的時候 以後都不用擺去這個區域法院 這些是一年的課仔 全部裁判司署搞定 沒錯 如果用法律的角度看 今次這個裁決 即我講判刑那方面的裁決 對裁判法院的法官來說 是有一個約束力的 因為始終區域法院是高級裁判法院 但是會不會影響日後 特別有律政司的決定 我相信在某一個程度 真的會影響律政司的決定 因為在這件案件裏面 各被告人組織了這麼大型的非法遊行 簡單說 都仍然只是獲得獲判 現在12個月監禁 最重的都是18個月監禁 這些判刑的幅度範圍 在裁判法院是足夠可以處理的 換句話說 現在我們最少知道非法集結 就是你是組織的 都是12個月左右的課仔 老實說有沒有阻嚇力呢 是 我就認為阻嚇力似乎略欠不足 今天我們就講到這裡為止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我希望是有阻嚇力的 雖然12個月而已 但你無端端的好人一個 你去逛逛 被人擺了你入獄 不要說12個月 你坐幾個月千萬一也無謂 希望香港就可以回復一些 正常平和的日子 OK 我們說到此為止 再見